节目最后就是我们的弹幕续发栏目 请各位点评最近一个星期一些没上头条 但有意思的新闻 建立 那讲一个无德无信的美国人吧 这个纽约邮报 6月4号报了这个6月3号发生的事情 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吧 翻译成布鲁克林区 有两个这个美国人 这个装成这个联邦快递的工作人员 敲了一个家里门 家里只有10岁的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呢 发现他们是这个是盗匪 然后机智地跑到自己的这个屋里 当这个盗匪追他的时候 他用他门撞了这个盗匪 把他那个手中拿的这个枪啊给撞掉了 然后他拿起枪了 他用这个枪向两个盗匪这个射击 两个盗匪就是仓狂逃窜 所以这个小孩的这个勇敢机智和沉着 非常让人佩服 但是我相信这个故事出来以后 可能美国的这个要要这个进枪的 和要这个又吃枪权的人都可能找着他的理由 好 戴博 现在美国的总统 副总统 还有那个国防部部长那个哈格尔 还有那个国务卿克里 都是从那个美国的那个参议院拔出来的 这个是千所未有的情况 第一次发生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而且他们都原来是那个参议院的那个外交政策委员会的 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尤其是对华政策可能是有好处的 因为这些人都是文和派 都是要逐渐解决问题 可是对美国来讲不是一个好事 因为这些人都是同一种的经营者 缺乏率的是经过那个参议院等等 原来美国应该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才的来源 我就是觉得在这个方面 我们应该听听向中国学习这个不具一个长人才 不要只认为那个参议院的人才有资格做国家领导人 都是政治圈的 都是华盛顿的 都是那个耶路哈佛的这种人 好 老师 我们谈了很多关于米歇尔奥巴马的事情 我再说一条 他这个星期二呢 在参加一次筹款的集会上被人呛声了 呛声者是一位同性恋权益的这个保护人士 倡导人士 他在这个米歇尔奥巴马讲话的时候 打断他的讲话 然后呼吁奥巴马政府来通过一个立法 保护在政府合同公司里工作的同性恋人士的权益 奥巴马这个服务人非常的强势 刚才我们谈到了 然后他当时就说 你或者听我讲话 或者你把麦克风拿走 我现在就要离开了 你看怎么办 你只有一种选择 这时候与会人都喊留下留下留下 那么在美国呢 美国人民我们知道都享有充分的这种言论自由 在各种场合经常都会有 国会举行听证会 总统讲话的时候都有人呛声 但是米歇尔奥巴马采取了强势的作风 他的作法有人支持 有人赞成 不过我认为呢 你在美国表达政治观点的场合很多 在重要人士发表讲话的时候 你去强化打顿对方 总是不礼貌的 甚至是不治的 好 破空 最近那个六四二十四周年前夕 一个叫陈希同的人死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他是六四屠夫之一 但是中国老百姓因为信息封锁不太知道 所以有人就说 看了这个新闻说 是不是搞错了 这个少了一个字啊 是不是陈希同志死了 这是一个说法 另外一个人又说 我不知道这个是谁 我看了半天 我还以为是陈冠希死了 后来又有个人说 这个说病亡 说病亡是什么意思啊 通常说病死或者病死 好歹给个病死吧 病亡 那个亡字在古代里面有逃跑的意思 是不是他生病逃跑了 说读不懂 后来这个又有一个这个 就是说这个 那个报道中啊 只有二十多个字 新华社 那么提到呢 就是说他判刑十六年 但是没说原因 那有人就说 哦 这恐怕是一个异见分子 异议人士 可能犯了三动颠覆政权罪 否则怎么会判这么重十六年 还发个消息 那最后呢 那个网友就很疑惑 这个人是六月二号死的 为什么到六月五号 才这个公布出来 原来中国政府 是要避开这个六四敏感期 就中国的维稳官员啊 就很那个 在暗中咒骂 就这个老不死的 早不死 晚不死 他赶在六四前夕来死 这不是明明让人民 去叫骂和咒骂吗 这不是明明就给制造一个 纪念六四的机会吗 好 谢谢各位的点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教练对话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 戴博 宝生 杨建立 和陈破空的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 并提出建议